你到底喝不喝 这是什么药 最上好的风寒药 保证你喝了之后睡一觉 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哼 最上好的风寒药 本做一个小小的风寒 你治了这么多天还没治好 也配称之为神医 真是给四天门丢脸 你 你 西门门主 我跟您说了 要按时喝药 要好好休息 可是您只喝过一次药 病怎么能好 说起那药 本做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那是什么药 本做喝了之后 整整昏睡了一天也没好 你要真是神医 药到病除懂不懂 本做今天还用再跑到 你这药师居来吗 你 你 我怎么了 邱大夫 严将军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了 我帮你看看 不 不用了 我 我没不舒服 只是 有点事 西门门主 严将军 你有什么事 邱神医 您的药本做喝了 如果明天本做的病还没好 你这神医的招牌 只怕是要挂不住了 门主放心 若是您明天风寒还没好 邱某愿意随您处置 好 这话 邱神医可别忘了 严将军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 我想向您 向您求点药 求药 什么药 我想求 我想求不会再 再 再有孕的药 你 你是要 是的 总舵已经批准了我的新战书 马上就要东升去战场了 所以我 我明白了 你等等 严将军 这种断绝生育的药 非常危险 不能轻易服用 况且 你身子受过损害 更不能用 这里有些药 是可以防止受孕的 如果你需要 在 在事前事后服用 都可 只是 不知对你有没有效 邱大夫 我 严将军 你不必多说了 你我之间 不用客气 什么味道 门主 这药 你从哪里来的 是邱月圆给你的 是属下今日向他求来的 也好 万一再有了 上战场也不方便 再过三天你就要走了 这几天 再好好陪陪本座 嗯 这是为什么 门主明明已同意让我离开 可这几日深夜 都会来这里 门主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难道是谢玉的工具吧 门主虽不大见女色 但女人 还是不缺的 大婚也不过还有一个月 离儿 离儿 现在怎么样了 长得好吗 长得多大了 长得什么样子了 属下向门主请安 明日便随大军出征捡进 好 严将军 路途遥远 您保重身体 多谢林小姐关心 下次再见 恐怕就要称她为夫人了 飞离 战争之事 诡异莫名 你去支援捡进 防西门门主分忧是好的 但要想着轻重 是 严将军 邱大夫 你怎么也随军出发了 严将军 这个 就是西门门主 风寒未寓 我 我只好遵守诺言 做她的随军军医了 将军 晚上已经准备好了 属下这就给您端上来 不用了 我不想吃 待会再说吧 将军 您还是吃一点吧 至少吃点青菜 好吧 将军 您怎么了 我没事 将军 您脸色不好 真的没事吗 没事 只是菜太油腻了 吃不下 你把东西 你把东西撤了吧 要不 我给您 再去准备一些清淡的热菜饭好了 大半夜的 还是不要弄了 你也早点下去休息吧 是 北门门主 北门门主 新婚大喜 是啊 门主要成亲了 他们很快便会有自己的子嗣 到时 到时黎儿怎么办 门主说 把孩子送走了 送到哪里去了 他很快就会和黎燕燕 再有其他正出的子女 到时 还会把黎儿放在心上吗 丁国大将误解 这两天很有可能是 严人性情勇猛 身材高档 此时突袭 更是如能够出 我知道这国际有个山谷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晚饭先放着吧 我待会再吃 严将军 打脚了 邱大夫 你怎么来了 也没什么事 来到军中这么久 一直没机会和你聊聊 所以过来看看你 应该我去看你才是 军中行事辛苦 不知邱大夫习不习惯 唉 哪里有什么辛苦 和严将军你们比起来 算不了什么 邱大夫 咱们关系不必常人 你要有什么事 直说便是 只要严谋力所能及 必不会推脱 听说 检阅边境的水患 颇为严重 许多人都患了传染急症 如果可以 我想去那边帮帮忙 也进一份 医者济世救人的职责 啊 这件事你和西门门主说便是 军里现在不选军医 想门主不会布局 我今天已经去和他说过这事 谁知他不许不说 还 还 还怎样 我想请将军帮我个忙 不知严将军能否帮我请得调令 啊 邱大夫 你别着急 我去帮你和西门门主说说 让他放你去 太好了 如此就多谢了 将军 晚餐送来了 邱大夫和我一起用吧 好 你怎么不吃了 没什么胃口 不大想吃 我家将军这几日一直没什么胃口 不知什么缘故 邱大夫不如帮将军看看啊 多嘴 退下 哦 这样啊 我帮你拔把脉吧 邱大夫 我有什么毛病吧 严将军 你 将军 第一人夜袭 邱大夫 你留在这里不要出去 将军 将军 这次前来夜袭的滇军军力有三万人以上 将军 我军只带着八千兵马 必须在阵前方的平原迎战 至少要支撑一个时辰左右 才能等到西蒙两万的大部队结尾 我知道 神父将 你先留守军营 林青 你去保护邱大夫 如果刚才没有诊错 以他这样的身体如何能上战场 不行 我要去看看他 邱大夫 你要去哪里 你怎么在这里 严将军怎么了 严将军命我为了保护您 您千万不要离开这里 我这里没事 你快去保护严将军 不行 将军让我来保护您 我怎么能尾命呢 我这里没事 有事的是严将军 将军怎么了 他带病多年 不会有事的 是不是 将军有什么大病 比大病更严重 什么 你快回去 快回去保护严将军 别让他逞强伤了自己 他到底有什么病 不是病 是 是 这个灵青 到底是什么人 方才他的举动和眼神 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下人 下父 好痛有破战 有 这个 这种熟悉的阵痛 不 这不可能 这次就是你死 喊刀 好痛 浑身都没有力气 我没办法避开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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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我 我本事 还撑得住 将军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这就扶您回营 不行 战事还没有结束 我 我不能离开战场 不 扶住我 西门门主的大局还没有到 我是主将 怎么可以离开这里 我不能丢下这些兄弟 不能破坏计划 在战场上 谁先逃了 谁就输了 这场战 我们不能输 就是死 也要死在这里 将军 我扶您上马 我们同此一批 我来保护您 明镜 明镜 明随我人后退 快 是 传令下去 全军后退 传令 见阵展开 全力攻陷 巅人大军 将军 西门大军已赶到 零 七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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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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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怎么会这样 他昏迷了多久 从那日战事后 颜将军 一直昏迷到现在 即使偶尔醒来 也是意识不清 根本不认得人 难怪我那天 突然心生恍惚的 北唐门竹 颜将军 当初产后 落下病根 身子根本就没有痊愈 气虚血弱 不再适宜受孕 可是 他不仅产后 三个多月 再次受孕 还在战场上 劳累奔波 一直流产 实在大伤身子 现在 他高烧已退 却还昏迷不醒 如果再这样下去 只怕 只怕 只怕什么 只怕 凶多吉少 邱大夫说 颜将军一直未能清醒 只怕也是知道自己小产 心里受到刺激 属下见将军 实在情况不妙 在一暗门令 紧急向盟主传书 属下未能完成 盟主交代的事 向盟主领罪 办事不利 罪急 护主不周 罪其二 属下失职 请盟主责罚 本座当然要罚你 不过不是现在 如果不是你做事疏忽 盐将军怎么会躺在这里 本座又怎么会放下军务 跑到这里来 你的这笔账 本座先记下 如果盐将军好不了 你难逃罪责 是 你下去吧 谢灵还需记定人 但愿 但愿门主能唤醒那个人 就要他能平安无事 自己做什么 都愿意 飞离 飞离 在哪儿 孩子 门主 孩子 北堂门主 盐将军该喝药了 门主 请您帮我把盐将军扶起来 你们平时就是这么给他喂药吗 他根本喝不进去 唉 有时盐将军醒过来 虽然意识不清 但还喝得下去 如果遇到此时昏迷的情况 只好这样一点点的喂了 给他灌进去 这个方法我试过 可是他全呛了出来 本座来喂他 你先下去吧 门主 这个 下去吧 有时本座自会叫你 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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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孩子 门主 孩子哪儿 没有了 没有了 你醒过来 你醒来 这些可疑 你醒来 他们醒来 他们醒来 你醒来 不愿意 我才会 门主 我最后 看我 你醒来 我 你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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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醒来 他刚才醒过来了 真的 属下进去照顾他 不用了 你去叫乔大夫来 帮颜将军看看 再去准备些吃的 清淡一点的 是 前知果然与颜将军主仆情深 竟然赶到我这捡进战场来了 非离是我手下第一大将 跟了我多年 感情自然是深厚的 颜将军到底怎么样了 说是在战场上受了伤 怎会如此严重 一点小伤 已经没什么答案 千知 待他谢过西门门主的关心了 颜将军如果真的伤势无碍 你也不会在这里了 他到底伤势如何 需要我做什么 你直说就是 他不能再留在战场 我要带他离开 回总舵 回总舵路途遥远 我怕他吃不消 想先带他去华城分舵住一段时间 带他伤势好转 再回去 还有醒过吗 没有 林青 立刻去收拾东西 马上随本座 出发去华城 是 这么快 天人马上就要进宫了 这里不安全 门主 你醒了 正好 来 吃点东西 待会儿 我们就要出发了 门主 我们 不要动 你昏迷了近半个月 一直没有好好吃个东西 身子太弱了 把这碗药粥喝了 我们待会儿就要出发 出发 去哪里 去华城 门主竟然亲自为我喝招 门主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要去华城 孩子的事 门主 已经知道了吗 他是怎么想的 门主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人马云已到齐 随时可以出发 好 门主 你 你要做什么 抱你上马车 不 不用了 我 我能行 你现在这个样子 能自己上马车吗 这样会打击到他们的事情 我是他们的将领啊 你不想打击他们的事情 却不知 自己昏迷这么多日 早已让人单足了心 又何必在这个时候逞强 让人单足了心 是指谁 这些将士都是你的部下 他们担心你多日 看见你醒来 这么疯狠来不及 怎会受打击 原来 门主说的单足了心的人 是指他们是指他们 是指他们 怎么了 不舒服吗 属下只是有点累了 飞离 你离开时 本座曾经 本座曾对你说过 你帮西门门主 分忧是好的 但要想得轻重 相信聪明如你 应该明白本座的意思 可是看看现在 你把自己弄成了 你把自己弄成了 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 本座让你离开 总舵时 可不是想让你这样回去 树下自知最重 本座不是怪的 只是你什么事都喜欢忍着 什么都不说 让人猜不透你再想什么 你现在身体不好 去华城路途辛苦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 一定要说成 本座已让秋夜园随行 他与你关系亲厚 医术高门 自会好好照顾 如果不是 你要立刻告诉他 知道吗 门主 孩子的事 您都知道了吗 孩子的事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 我一点也没有察觉 费力 这不怪你 孩子的事 不要再想 把他忘了 树下知道了 树下 不会再想了 门主说得对 把孩子忘了 这件事应该怪我 我不该想着离开总舵 不该想要逃避门主 不该在战场中逞强 不该愚蠢的 毫无所觉 飞离 你留在这儿 我去看看 门主 西路恐有滇日埋伏 乃日东路被你使杜劫 想必如门主所料 与滇日有关 既然我们弃东路顺境不走 今日西路有险恶 自有应付的准备 明清 命弓箭手随我同行 是门主 既然来了 何必躲躲藏藏藏 让人不耻 既然见不得人 本座便不客气 放箭 放箭 监制 敌人放的箭 都带着火苗 大军周围都烧着了 马匹因为受惊 士兵大部分都会烟熏着 情况不妙啊 传令撤退 被烫老 我 记住你 灵精 门主呢 我们遭到埋伏了吧 将军 您不必担心 门主不费一兵一卒 已经把滇人大军 陷入困境 现在 就算是邪恶西路 也畅通无阻了 这就是门主 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人 任何的阴谋和威胁 在他面前 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邱大夫 严妃离到华城 休养大半月了 为何气色没有好转 严将军心结难解 际遇在心 以致身体 久久不见起色 如此 要拖到何时身体 才会有好转 唉 心病还需心要医 邱某只医得了身 医不了心哪 什么意思 北唐门主 何须问我 门主 难道不知道吗 看来 他是明白了 这个孩子的事 邱大夫 本座有件事 一直想问你 门主有话 请尽管说 本座知道 菲离曾向你讨过 防止受孕的药 既然如此 他为何还会受孕 邱某也不是明白 邱某为炎将军 把脉时 可以感觉他的受孕情况 与女子不同 也并无女人的 癸水之状 事实上 邱某推测 摩爷族的男人受孕 不是以女子的癸水为准 而是他们自身 在情动时 会产生一种 可以受孕的物质 所以 邱某为炎将军准备的药 才会无效 如此说来 他还有可能会受孕了 可有其他办法 可防止他受孕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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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只要最后 最后那个 只要不留在里面就行了 北唐门主 炎将军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再适合受孕 他落下的病肝 已经不能痊愈 身体虚弱 将来 如果再次生育 恐怕 会有性命之忧 本座知道了 门主 你躺好 别起来 灵青呢 灵青去端莲子粥了 嗯 夏天喝点莲子粥 最是去火 你的手 怎么这么逼 我没什么 菲林 邱大夫说你心结难解 欲疾在心 孩子的事 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放在心里 就当他与这城市无缘好了 否则你如何才能解脱 门主 你说得对 孩子的事 我是不应该再想了 可是 可是我忘不掉 真的忘不掉 我努力过 可是做不到 树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菲林 你想见黎尔吗 门主 你 你是什么意思 本座的意思是 可以让你见见那个孩子 门主 你是说 菲林 只要你养好了身子 与本座回总舵 你自然便能看见他 梨尔他 他好吗 他长得怎么样了 门主见过他吗 嗯 他长得好极了 白白胖胖的 非常可爱 本座离开时 才去看过他 梨尔那柔弱软软的小身子 胸肉的小脸蛋 和肉肉的小拳套 现在不知 都变成什么样了 是长得像我多一些 还是 还是像门主多一些呢 门主 我 别跟本座说什么 你已经没事了的话 以你现在的身子 还经不起长途跋涉 门主 费离 别让我翻轨 属下明白 梨尔已经半岁多了 一个月前 我去看他时 已有二十多斤了 眼睛又大有圆 还会笑呢 只要你赶紧好起来 便能亲自看见他了 那梨尔他 怎么了 门主 梨尔长得像 像我吗 很像 他的眼睛像你 笑起来的模样 也很像 门 门主 别这样 我们这样是不应该的 我们孩子都生了 现在才来说 门主 别 别这样 乔大夫说 你们身体已不大了 不行 门主 你 你已经成亲了 那又怎么了 不 门主 不要 门主 您还记得对我说过的话吗 您曾对我说过 有些事情 当断不断 必受起乱 所以现在 我想清楚了 我已下定决心 要断掉对您的这份孽情 从今以后 再无非分之想 菲利 你说的是真心话 是 不 我做不到 我怎么可能断掉对门主的这份孽情呢 只是想到 那个在战场上失去的孩子 就痛苦万分 我们这样做 是错的 如果说 李儿是我们意外得来的 那么 那个消失的孩子 算什么 他只是欲望后的缠户吗 那个孩子没有了 对门主来说 也许无关痛呀 可是对于我 却是追星一样的痛 我不想再错下去了 这样也好 你如果真要断得干净 我们便恢复以前的关系好了 怎么不说话 没有 门主同意便好 只是 李儿的是 这个你放心 本座说过的话 自然是作数的 你好好休养 别忘了 你好得越快 越能早点见到李儿 报告门主 总舵南宫门主前快时送来几件 属下怕耽误了门主大事 所以赶紧送来 门主 门主 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什么大事 奄奄有喜了 属下 也恭喜门主 费力 这几天您也准备一下 三日后 我们就启程 是 属下的身体已无大碍 但是门主不用放在心上 此时还是夫人的事情要紧 门主若是担心 请先行赶回宋多的好 不必了 爷爷会照顾自己 严将军 您这几天气色好多了 华城这里有不少老字号的店铺 天气这样好 何不出去集市转转 是啊 将军 我陪您出去吧 好 我们今天去集市看看 公子 您说的专门玩偶的老铺子 是不是前面的家 没想到 竟然还在 毕竟已经时隔十年了 公子以前光顾过嘛 这铺子家父经营了十来年 前些日子和老人家去世 店里的生意也不甚好 待这批存货卖完了 这铺子就要盘出去了 若是公子有看得上的 尽管挑 我们可以优待 我想买个玩偶送给小孩的 公子是买给小少爷 还是千金的 是 是男孩子 原来是小少爷 多大了 八个多月了吧 哟 那快走路了 我家那个小子 就是十个月的时候 学会走路的 公子 您买这个正好 公子 八个多月的孩子 用这个玩儿最好 以后您拿着这个哄他 学走路可快着呢 公子 这两个大孩子 那家扑子桃花树很有名 我们给邱大夫带点回去吧 好 邱大夫一定喜欢 公子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买 对 对不起 我的钱带 啊 我 我 还给你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 你是不是 肚子饿了 来 这个给你 拿去买点东西吃 下次吃宝典再做这种事 要不然 跑不动的 真的要给我 走吧 谢谢 谢谢 客官 您在桃花树 三千银子 半斤四边 竟然要降三千银子 大概 也只有这家老字号的破子 才卖得出了 将军 严将军啊 你怎么回来了 还不是为了你的手下大将 严将军 非礼怎么了 我得到消息 雾杰已经带着 滇足武功最好的高手 潜入了华城 企图对严将军不利 雾杰要对非礼不利 还不止这个 听说他这次的目的 还有一个 就是要会会 您这北门门主 以报霞山之仇 那本座倒要好好瞧瞧 派人出去找严将军 就说有急事 让他赶紧回来 严将军出去了吗 不要紧 就有人跟着 千知 我本来一直派人 跟着误解他们 但是进了城 就失了踪迹 听说你明天 就要带严将军回总舵了 路上一定要小心 报告门主 严将军的天生下人 身受重伤 倒在分舵大门外 什么 人呢 门主 灵卿身上中了剧毒 又被一掌直冠肺腑 我正在帮他解毒治伤 属下 难闻桃花苏 我回到已经 已经可以遇见岩将军了 我这趟巷口 一个黑蜜人交手 投放出毒烟 属下 属下想一路 一路追下去 是毒性一发 只能 只能赶快风度 但保险 这是什么毒 是滴人的灵烟 滴人善于用毒 这种毒虽然毒性剧烈 发作甚快 但并不难解 只要以 这个我知道 这个解药 让他喝下就好了 果然是他们搞得鬼 不用说了 这事不怪你 你先好好养伤吧 不解他们来者不善 只怕岩将军情况危急 竟然敢动我的人 非离若有三长两短 我必叫你用全族来陪葬 小云 别这么翘我 别这样 这不是你的错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如果不是我让灵星带他出去散散心 如果不是为了给我买桃花酥 岩将军明天就应该和北桃门主离开了 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死心眼的小傻瓜 就算他们今天不出去 就算他们不给你买桃花酥 那个误解已经策划了很久 一定也会用其他的方法对付岩飞离的 不 你不懂 是我给了他们机会 都是因为我 别这样 我们会找到岩将军的 他不会有事的 我没事了 你走吧 真的没事吗 真的 你不用管我 现在快些找到岩将军才是正事 好 那我走了 你别想太多 长眠的夜 是愚弄的情节 像沉睡的梦中那一轮明月 微凉的风 是不尽的伤痛 你的容颜刻画心中 一种相思有 两处花仙愁 散杯无颜情的酒 似海水流 似海水水流 无畏传唱奏 流出纷飞 无处流 南天智5 南天智南敦断清宠 和游游 Zither Harp 烧花瞬间飞逝如影变迁 像白马过戏的那一片云烟 几番梦会与你迟迟一连 无奈只叹息一间缘 一种相思有两处花仙冲 散杯无言情淡酒 似海水水流 无畏船长走 流出纷飞无处流 难也几难断情愁 很悠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